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持了这个疫苗94%的有效率 那么它的具体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下面就让我来介绍一下 首先它所招募的人数是3万个人左右 疫苗和安危机的比例是1比1 也就是15000个人它接种的是疫苗 而另外15000个人它接种的就是安危机 而且这次它招募的人数是各种各样的 比如它有11000个人是来自有色人种的群体 还有7000个人是来自年纪比较大的群体 年纪都在65岁以上 还有5000个人是来自患有慢性疾病的人 比如糖尿病、肥胖症以及心血管疾病等等 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和年纪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一样 都属于高危人群 那么最终的分析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发现在这3万个受试者当中 有196个受试者被新冠病毒感染 而在这196个被感染的受试者当中 有185个是来自接种了安危剂的对照族 只有11个是来自接种了疫苗的疫苗族 那么这样计算下来 这个疫苗的有效率就是94% 关于这个疫苗是怎么计算的 我在前面几个视频中有过介绍 这里就不啰嗦了 在这196个被感染的受试者当中 有30个是重症的患者 而这些重症的患者 它全部都来自对照族 疫苗组中一个都没有 而在这30个重症患者中 有一个死亡了 所以这个疫苗 在防止病情恶化的方面 它的效率是100% 当然了我们千万要记住 对这种100%的效率的理解 应该是效率极高 而不是真的100% 完完全全的阻止了病情的恶化 好像没有一个人会变成重症这种概念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数字可以代表 那是一种极好极好的保护效率 另外疫苗对不同的年龄 不同种族背景等等的群体 它都有类似的效果 报告还说 没有发现严重的副作用 其实现在断言那种副作用 还言之过早 因为耕种副作用的时间 并不太久 更何况 这种mRNA疫苗 是过去从来没有成功过的疫苗 也就是说 在过去它从来没有被用在人的身上 所以这里包含的所有的化学物质 对人体的长期的伤害作用 都是未知的 只有时间 才能够给出真正的答案 我们在接种之前都要向医生去了解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副作用 以及一旦有副作用的话 应该怎么做等等 报告说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出现 不代表以后不会有 也不代表没有一般的副作用 提前了解副作用可以有个心理准备 这种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副作用 但是一旦出现 有些人会非常紧张 如果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的话 这种紧张的程度就会越厉害 而越厉害的心理作用 会恶性循环 导致这种副作用的症状就更为厉害 所以提前了解有些什么副作用 一旦出现副作用 应该怎么应对 那是十分重要的 不要跑到医生面前打一针就走 请教一下医生 是会有好处的 好 那个Moderna疫苗 今天已经向FDA提出了批准上市的申请 而FDA也会在12月17号开会来决定是否批准Moderna疫苗的上市 在这里要提醒一句 FDA也会在12月10号开会审批辉瑞疫苗的上市请求 几乎每个人都预计FDA是会批准这两款疫苗上市的 所以大家应该做好接种疫苗的准备 美国政府是会免费的为国民注射疫苗的 这是有次序上的排列 高危的人群优先 虽然Moderna疫苗和辉瑞疫苗都是非常有效的疫苗 可是还是有些疑问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 比如说这些疫苗是否能够阻止无疹状病毒携带者向其他人传播这种病毒呢 这些疫苗所诱发的免疫力能够持续多久呢 我们副作用的耕种时间多长才算够 什么时候这些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外部科学家的同行评审 或者发表在医学杂志上呢 另外这些疫苗都有将近95%的有效率 那么还有5%的被接种的人那是会无效的 对这些人又应该怎么办呢 等等这些疑问都在等待着科学家和政府做进一步的厘清 最后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是 Moderna疫苗的稳定性要比同类疫苗的竞争对手辉瑞疫苗来得更好 所以Moderna疫苗的运输和储存都比辉瑞容易 他们在普通的冰箱的动格内也就是零下20摄氏度就可以放上6个月 而且在普通冰箱的冷格内 不是动格是冷格也就是我们放鸡蛋蔬菜和水果的那个冷格内 这个冷格的温度范围基本上是零上2摄氏度到零上8摄氏度的之间 在这个温度范围内Moderna疫苗可以放上1个月 而且它在室温也就是不在冰箱内还可以放12个小时 而辉瑞疫苗却有运输和储存的困难 它要在零下70摄氏度运输和保存 这就需要特殊的昂贵的装备和监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辉瑞疫苗号称他们研发了一种冷藏盒 这种冷藏盒可以避免对那个特殊装备的要求 我们来看一段来自CNBC的有关这种冷藏盒的视频 这个视频介绍了这个冷藏盒 Unlike the three other vaccine candidates Pfizer's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store and ship It needs to be kept super cold We're talking minus 94 degrees Fahrenheit cold in a sealed box with dry ice That suitcase-sized box, something they call a thermal shipper contains anywhere from 1,000 to 5,000 doses These custom thermal shippers act as mobile freezers for clinics that don't have the necessary specialty equipment Once that box of doses arrives at its destination the countdown clock begins Vaccines can last for up to 15 days in those boxes so long as the thermal shipper is not open more than twice in a day for no longer than a minute each time The dry ice also needs to be replenished within 24 hours after arriving at its destination then again five days later and another five days after that At that point, the vaccine has to be thawed out in a normal refrigerator where it lasts for about five days So without ultra-low temperature freezers there's really only 20 days between shipping and injection 根據他們的介紹 你要利用這種冷藏盒 來避開特殊設備和監控的話 總共可以保充的天數是20天 那麼在這裡我還要提醒醫生們另外一點 如果在那個時候乾冰供不應求怎麼辦? 因為那個時候全球可能都需要乾冰 而乾冰的供應量或許會跟不上 而當你在需要向盒子中加乾冰的時候 那是不能等的 一到五天必須馬上加的 如果你沒有乾冰 那麼這批疫苗就報廢了 沒有乾冰那是不行的 那麼乾冰會不會到達供不應求的地步呢? 有可能的 我們來看這一篇報導 這一篇報導就很清楚地說明了 乾冰很有可能會供不應求 所以大家還是要把這一點考慮進去 當然了輝瑞也有它的優勢的 比如它的產量就高一些 價格也便宜一些 不過我不知道醫生們會怎麼考慮 如果你是一個醫生 你會選用哪一個呢? 是輝瑞還是莫德納呢? 我們來看看這位紐澤西的醫生是怎麼回答的 WILL is the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and storage the Pfizer vaccine has to be stored at extremely low temperatures so in other words at my medical practice I couldn't store it I can get all the vaccines for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and I wouldn't be able to safely store it a lot of big medical centers are in the same boat so the Moderna vaccine can be stored in our standard refrigerators and freezers that we store other vaccines so right now that's a pretty big advantage 顯然它是傾向於Moderna疫苗的 但是輝瑞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疫苗在一開始 將會供不應求的這個市場太大 所以呢輝瑞還是會有市場的 那麼我們反過來再問一句 如果你是一個準備接種疫苗的人 你會選擇哪一個? 要記住輝瑞是有價格上的優勢的 而且它的產量高也可能會更快的輪到你 所以綜合考慮你究竟會喜歡哪一種呢? 歡迎留言討論 好了 今天對Moderna疫苗的最後結果的介紹和討論 就到這裡結束 不管怎麼樣 我們終於迎來了非常有效的 看似安全的疫苗 我相信不久 我們就可以回复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了 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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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